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發達趕長的環節 新給的嘉賓是我們《要財證捐》研究部的副經理直耀輝先生 Stan你好 市況沒有太大變動 恒新指數升幅稍微收窄 升至159點 20721點 反而國企指數升幅顯著收窄 現在只是升至47點 10839點 內地方面維持著個位數的升幅 上陣指數升至3點 2338點 另外滬深300指數升至5點 2547點 另外深圳城市升至36點 9876點 不如說說內地的數據 統計局公佈了 3月份70個大中城市內 新建商品住宅 即不包括補償性住房 價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38個 跟2月比的多了11個 2011年9月以來 個別城市再出現 價格同比下降以來 下降城市的數目最多的月份 另外 橫比來看的話 價格下降的城市有46個 持平的城市有16個 上陣的城市有8個 跟Stanley說 看看數據 二手住宅方面 下降的城市都有42個 看到流控措施 逐漸看到成效 上個月幾乎都沒有 城市有上升的情況 今個月開始 看到越來越多的城市 都出現一個下降的情況 是不是開始看到一些成效出來了 我覺得很明顯 你見到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調控之下 反而比較多的公司 開始按內不住 按內不住的意思是 因為一些資金上 可能都開始面對著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都開始傾向於 可能是一些減價出銷的形式 可能去賣樓 以至到個別的地區 你見到樓價 都似乎真的 那個價格 都是有回調 但我自己覺得 對回樓市本身 其實內地的 中央本身的立場都很明顯 你見到 那個調控的決心 我想是不容置疑 但只不過你見到 很多的地方政府 本身都開始 當然你可以說是中央有一套 地方亦都有自己的一套 最主要就是 但我都知道 過去這幾年 基本上因為內地的樓市 就叫做飛升 所以對一些地方政府來看 都會有比較多地產的收益 亦多令到地方方面 都可以在充裕之下 做很多的建設 但問題是 隨著地產市場開始 叫做轉膽 所以對很多地方政府來看 都帶來一定的 一定程度一些影響 而且你看到內地方面 我自己覺得 現在看現時的情況來看 調控力度是不會放 這是第一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的做 這一次的形勢 再演變下去的話 基本上就會令到行業 可能行業本身 都可能會有些整合的情況出現 因為事實上 看回你說 好像之前有些報道都說到 其實你說 在韓州方面 有一間地產商 其實都已經宣佈了破產 本身其實這間地產商 叫做金星房地產 其實就是比較小型 但它住的比較豪宅那類 但你見到其實 很明顯 如果你是樓市充起調控的話 一些小的地產商 可能會有機會捱不住 可能有機會要 可能是賣樓出銷 如果賣樓都不行的話 可能要面臨倒閉一個壓運 但變成你說對一些地產 就是在處於一個 這個行業本身的龍頭 本身的質素比較好的公司 可能就會透過這些情況 可能去買多些地 甚至乎你說 可能會有些拼購的事項會發生 所以我會覺得 似乎在今年如下的時間 大家預期在中央方面 似乎你說對樓市調控 即使會有機會放鬆 但也可能是下半年的事 所以我會覺得 可能對整體市場上面 就是內地房地產 一些公司層面上去看的話 似乎一些整合 我覺得都可以作所難演 另外就看中國證券報 一個報道就說 他就說 看到一些內地房地產公司 他們的存貨的消化周期 開始微增 他們就看回 護心兩地上市的公司 他們2011年披露的 一個有1643間公司的存貨總額 有33776億 而房地產公司的存貨合計 都逼近1萬億元 如果你說 剛剛配合我們 剛剛講的數據來看的話 看到房價開始下降的話 變相他們的存貨 跌價的風險 好像越來越嚴重 會否配合到 剛剛講的一些 小型的一些企業 它越來越受不了 基本上兩個層面看 其實就是說 剛剛講到一些小型的公司 如果真的欠缺一些資金的話 其實是有這樣的風險在 特別就是說 其實你看到很多企業 如果本身是大型的話 例如一些大的房企 本身你可能向銀行 即是銀行如果放水的話 變相來計 都是會給一些大型的公司 因為本身的風險都比較高 所以你說一些銀行 或者一些金融機構本身 都未必會很願意 可能會去借給一些 比較實現的公司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其實你說在內地方面 我覺得即使是房地產本身 這個市場本身 其實都挺講地區性的 你看到各地的地區 其實你說樓價是否跌了很多 其實都未必是 反而你說一些 可能是比較 政府比較集中打壓的地方 譬如北京方面的 調用力度比較強的地區 反而可能那些地區的樓價 可能有一個比較顯著的跌幅 反而那些四五線的城市 其實可能都真的 不會看過太大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從這個樓價去看的話 我想要兩個層面 一就是個別的地產公司 真是因為捱不住 可能要劈價出銷 其次就是說 可能要看個別的地區 因為這方面比較重要 好 你說得對 因為見到一些一線的城市 見到今次房價下跌的幅度是大一點 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的城市 不如看看內房股的最新表現是怎樣 見到中國海外跌一毫子 做近十五個九毫二 跌幅0.62% 華遠之地做近十四個七毫八 升八仙 升幅0.54% 碧桂園做近三個二毫九 暫時沒有起跌 收貿房地產做近九個四毫半 跌兩仙 跌幅0.21% 富力地產下跌4.5% 做近九個六毫四 跌四毫六 亞居樂下跌六仙 做近九個九毫八 跌六毫子 合景泰富下跌一毫子 跌一仙 做近四個七毫九 跌0.21% 遠洋地產做近三個八毫三 升六仙 升幅1.6% 恒大地產四個四毫二 月秀地產做近一六毫半 升兩仙 升幅1.23% 如果說了那麼多關於內房不好的消息 其實真的不應該買 你說是否可以追落後的意味 你又怎樣看 追落後 如果假設出現一些整合股的情況 其實相對對龍頭股本身是相對比較有利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選擇的話 我也覺得是 維持 例如像中國海外這些 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但當然現在這些價位 我覺得都可以先等一等 以中國海為例 你看到它的股價 其實如果有機會回調到大約15.5樓下 其實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沒錯 它都公佈了第一季的經營情況 經營業務的營業額是117.9億 按年是升了16% 而經營日利升了10.6% 去到41.8億 而第一季的完成銷售總額是261.1億 按年是增了32% 而銷售的面積是140萬平方米 跟去年同期相約 謝謝Stanley 我們都稍後 稍後回來繼續發達廣場的環節 走開